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資朋友 現在台北股市處在一個520之後 動盪的一個轉折點 切記哦 我們已經跟大家聊到了 三次關鍵的520轉折 都是先震盪之後 後面發動一波新的攻勢 那一波新的攻勢主要是針對什麼 第二季投信作帳的行情 今天大家已經來到了5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5月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它是你搭上投信作帳 最後一波買點的機會 特別留意哦 投信作帳的行情 你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千萬千萬不要等到6月下旬才要買 我是摩爾投顧的陳俊妍分析師 Gia老師 希望這個時間點大盤動盪的過程 不管漲獲跌啦 因為這個禮拜的行情 大家可以看得到 22000點關錢震盪 你外資出現了大幅度的調節 但你有跟上我們的解析 你知道這個時間點 台北股市的藍圖走到什麼位置 你自然會知道這個行情 你還不需要害怕 你害怕 你該害怕的是行情噴出去了 結果你手中沒有外資已經吃好貨的股票 切記哦 你有鎖定我的YouTube頻道 Morale投顧陳俊妍分析師的YouTube頻道 早在禮拜四的節目 我們已經特別強調了哦 外資表面上面的賣超 它其實是把手中高基期的持股 轉到低基期的持股身上 所以投信底部完成吃貨的股票 現在才是你該關注的 好不好 大盤的漲跌不重要 因為在這種動盪過程之後 外資會準備拉出一波連續性的大買超 3月份的時候 3月中旬的時候 那個時候行情還過不了2萬 外資就是這麼玩的 5月初 5月上旬的時候 5月9號 當時候外資也是先連續性的賣超完 然後大家你才會在520過後 乃至於就是說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哇 行情一路噴過2萬1 接近2萬2 現在動盪了震盪了 你不要用一個回跌的角度去看它 你反而要知道法人資金在做換股 你要跟得上 來 運通財經台的觀眾朋友們 切記我們已經不斷的呼籲大家 現在你要替第二季投信作帳的行情來做準備 所以針對大家在這個時間點 不用害怕 你越害怕 你外資會越高興 你越害怕越買不到股票 外資會越開心 因為到時候 你手中沒有股票 他開始在做一個拉抬的時候 那個行情開始往上噴的時候 你就得替外資來做抬銷 所以外資 現在看你很害怕 他會非常開心 好不好 好 我替大家準備好了 一份投信索馬股的名單 這個名單裡面的股票 都是投信已經完成吃貨打完底部的股票 我希望這個時間點大家務必不要錯過 你看到節目的當下 把手機拿出來搜尋小老鼠J178這個LINEID 加我為好友之後 你 不管是禮拜五的盤中 或者是禮拜六禮拜天 你在看節目 特別留意 留言55688 讓我知道你是運通財經台的觀眾朋友 這一份投信索馬股的資料 切記哦 不只是投信索馬股 現在是連外資也在進場卡位吃貨了 好不好 所以我把它事先的送給你 完成一個動作 加小老鼠J178 陳俊妍分析師的粉絲團為好友 然後留言55688 這兩個簡單的動作 好不好 我們就開放給你免費來做索取 來 行情在這個時間點你切記 我們已經提早告訴大家 這個行情你務必要懂得去做把握 那邱老師先跟大家 提醒一件事情 因為你如果發現的話 這個禮拜最近這幾天台積電賣壓出現 大家就會讓大盤殺尾盤有沒有 禮拜三禮拜四都是台積電殺下來吧 你要知道你去對比一下台積電跟紅海 因為我相信紅海我不用多解釋 你只要有鎖定我的節目 我從五月份在運通台積台這一本我就告訴大家 不要去買170的紅海啦 果然喔 你真的買170的紅海上上下下到這個禮拜還是在170有沒有 所以你要知道市場的資金往哪邊流動 來我們來看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叫做聯發科 我們其實在節目裡面也一直跟大家來提醒強調聯發科 當我告訴大家不要去關注那個170的紅海 你要去看那個泛紅集團的同時 我也告訴你就說你要去看那個聯發科來做接棒 電子全值股他會來做接棒 果不其然這個禮拜他創下一個波段的新高點了 這已經是掛牌新高了 我要讓大家看的不是他的股價 是投信他早就在5月初就開始底部吃貨 比外資還先 你看到外資開始來進場去加碼聯發科的時候 其實投信已經領先 外資來講的話在底部這一邊來做加碼持股了 一開始這檔股票聯發科是外資先調節的 外資先賣 然後那個時候投信先買的 所以眼前這個時間點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籌碼 因為這個禮拜行情動盪 可是不管是外資還是投信都持續來加碼聯發科的 有一件事情就好像前兩個禮拜 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來提醒 叫做AIPC的時候 我們告訴大家台北電腦展 然後那個黃仁勳董事長 輝達的董事長 黃仁勳董事長會來台灣 我們在節目上提醒你不要等到黃仁勳 到處吃美食逛夜市 跟民眾合照的時候你才要買AI股對不對 所以你有特別去關注的話 這一個禮拜黃仁勳董事長去哪邊吃小吃 去哪邊吃美食逛什麼夜市跟民眾合照 好親民喔 那個禮拜三晚上 還跟那個廣達的林百里 跟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募先生 三巨頭一起逛寧夏夜市有沒有 就是這個新聞出來 你可以看一下台積電的殺 反正從禮拜四開始 所以你要知道喔 不要等到另一個上新聞畫面了 你知道去買那些股票來不及啦 那我要提醒大家 現在我會特別跟大家來講說 聯發科的原因是什麼 不只是外資跟投信在做加碼喔 現在這個時間點在AIPC過後 就是你那個台北電腦展過後 黃仁勳董事長發表完演說之後 台北電腦展6月4號開始過後 6月6號鴻基法縮會過後 有一件大事 這件大事跟聯發科有關 他跟聯發科有關 他叫做什麼 蘋果的WWDC的開發者大會 他日期在6月11 大家你回想一下喔 那個邏輯 台北電腦展AIPC還沒 澎出去之前 我在節目上提前兩個禮拜跟大家來做提醒 兩個禮拜過後會有一個Apple的開發者大會 所以你要去買AI手機的股票 是不是就是現在這個時間 特別留意喔 所以我們才會特別特別的 在這個節目要大家 不管是禮拜五盤中 禮拜六禮拜天你看重播畫面 重播了節目片段 你都要知道我們一開始就要送你資料 要你來索取那些投信已經鎖馬吃貨的股票 裡面有暗藏AI手機的股票 裡面有暗藏AI手機的股票 特別留意喔 我已經先告訴你 投信先在底部吃貨囉 外資後面跟上來 就跟聯發科的模式一樣 外資在後面跟上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股票隨時隨地會準備飆 你不要等到6月11號才開始要買AI手機的股票囉 到時候是準備要賣的 你懂我意思嗎 事先底部卡位到時候利多出來了 開發者大會出來了 你就是準備賣股票 就好像前兩個禮拜我已經事先跟你講 AIPC AI股了 你現在黃恩勳董事長來台灣 逛夜市了 你就要開始看那些股票 欸漲不動了 你是不是那個黃恩勳董事長 禮拜一來的時候 提早來台的時候 你就應該開始要找賣點才對吧 對吧 就是這個道理 那我希望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除了聯發科之外 有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 也許大家耳熟能詳 但是我相信比較少人 比較少人會去關注它 這檔股票來 浴金光 看到手機股 AI手機股 切記這一檔浴金光 你絕對不能錯過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聯發科跟浴金光 已經從5月開始 投信是大力加碼的 外資在後面比較被動的 跟投信一起來做加碼 切記 因為它的基期夠低 它還沒突破前波高點 聯發科是已經創下歷史的 掛牌新天價了 那浴金光還沒突破前波高點 所以我告訴你 來 AI手機的概念股裡面 有很多跟浴金光一樣的 因為浴金光的股價是500塊以上的 中高價股 它比較不會是一般投資人 很輕易可以駕馭的個股 所以你的資金如果沒有辦法 去駕馭一張50幾萬的股票 切記我這一邊 有你可以駕馭的AI手機的股票 我這邊有你可以駕馭得了的 AI手機的股票 好不好 所以你看節目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知道我已經先告訴大家 資金接下來流向是在哪裡了 所以你務必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好不好 廣告的時間 好好利用一下 手機拿出來搜尋LINEID 小老鼠J178 加入陳俊仁分析師為好友 那你留言55688 這個是通關密語 讓我知道 這個是運動台經台 看運動台經台的節目來的 所以你才會懂得知道 55688 我會把這一份投信索馬股的資料 直接免費的回傳給你 送給你 那我已經提醒你了 裡面我的選股當中 有針對接下來6月份 蘋果開發者大會的股票 投信已經索馬 外資已經跟單了 這個時間點就是你不足的好時機 廣告時間好好利用喔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明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明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投資朋友 這個禮拜台北股市動盪很正常 因為它是一個新趨勢的轉折點 不要忘記 其實我們在節目上 早在520之前 5月份的開始 我們已經跟大家來聊到了 520是個時間轉折 三次關鍵的520 你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甚至把它的到520過後 一直到第二季作帳的那一段行情 你把它掌握住 過去的歷史經驗它會告訴你台北股市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相信這一份就是去年 2023年第一季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在5月初的時候 就已經告訴大家 520之前行情會先打底 會先洗底 520之後 它會有帶出一波的新的攻勢 這一波的行情完完全全照過去的一個 就等於說是去年的走法是一模一樣的 520之前洗底 4月是不是從高點拉回打底 那你會發現說到520之前 它會先拉出一波突破前波高點的行情 所以你會先看到說520之前 520還沒到前一個禮拜已經開始創新高了 那個時候的行情是突破了兩萬一千點 對不對 那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520那一個禮拜它會是個時間轉折點 它會震盪整理 後面再創新高 所以才會有最近這一段接近兩萬兩千點的行情 好 你會發現這個禮拜行情的動盪 會出現一個大盤的回跌 不就是跟這一邊的畫面上去年這一邊的時間是一樣的 在後面這一段第二季 季底作帳的行情之前 行情在創新高 它會怎麼樣 先震盪個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這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你會看到外資賣超 對而且還扎尾盤 對它醞釀的是接下來外資連續性的一個買超這一段行情 所以大家在這個階段 所要思考的是 下面這一段新的趨勢 最後面這一邊季底作帳的行情 你該買什麼股票 來 投資朋友 這個是我們在上個禮拜 同一個時間 就已經跟大家來做提醒的 所以我告訴大家說 這個禮拜 你接下來所看到的高點 它不會是最高點 你看到這個禮拜 歷史新天價之後 出現連續回跌 外資賣超 而且禮拜四還這麼可怕殺尾盤 禮拜三禮拜四都殺尾盤 大家都記得對不對 我們不管禮拜五怎麼走 你要知道 把我們剛剛所講的藍圖把它記起來 因為前一次 前一次 關鍵的總統大選年 因為我們今年是年初就已經先選總統 那520新總統就任對不對 好我們把前面兩次 2016 2020總統大選年 接下來520過後行情的變化 我們再把它一起來看 然後把它平均漲幅抓出來 你會知道說台北股市現在不是你該害怕的時候 來先看一下 如果以去年520到季底作帳的漲幅7.9% 這邊是7.9% 我們剛剛已經告訴大家 眼前這個時間 我們這個禮拜 他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你創新高之後的震盪 好我們把前兩次總統大選年的行情 2016 2016那一年是總統大選 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總統大選 那一年的520之前 它是什麼也是從高點拉回 高點拉回之後打底 520過後是不是也創新高 跟今年不謀而合對不對 創新高之後 然後它是不是也震盪 對啊 然後最後面到季底的作帳行情 是不是在突破這個前波高點 當然了 今年的行情是比當時候2016年還要強的 但你可以看一下 2016年那個時候520過後到季底作帳的漲幅是怎樣 8.6%的漲幅 特別留意 8.6%的漲幅 而當時候是漲幅比較大是站在說520過後的那一個禮拜 然後那兩個禮拜的時間 但我們已經特別聊到今年的走法跟去年比較像 好 2020年的總統大選 那一次來講的話也是一樣 520做底部 520過後一樣也是往上 我們這個漲幅是算到季底作帳 第二季季底作帳而有 不是一路跟你算到年底最高點 不是 我們這一邊只是要大家來掌握到想一下 就是說 第二季的季底作帳從520之後來做銜接 那個觀念有多重要 當然你可以看得到 也是一樣 當時候2020年也是520完 拉出一波創新高的走勢 創新高走勢完之後 是不是跟這個禮拜一樣 他就是一個拉回震盪整理 拉回震盪整理之後 還有一個季底作帳 現在我們就是在這裡 我們就是在這裡 好不好特別留意 所以這個是個部署的時間 後面你要知道這樣的一個漲幅 這樣一個機會這個季底作帳 是你接下來要賺的 那2020年 那一年520過後到季底作帳 他漲幅是有13% 投資朋友 來 三次關鍵的520轉折 我們幫大家把它平均漲幅抓出來 我們不要算最高的 因為剛剛你看到最大的那個漲幅是13% 我們不要拿13%來算 我們把三次關鍵的520到季底作帳 就一直到6月底 季底作帳那一段的平均漲幅來看 來 三次平均漲幅是7.2% 投資朋友 7.2%我們如果以今年520那個時候的低點來算 大盤的高點是可以上看22,600多點的 所以現在還沒有過22,000點 它代表的是你接下來一直到6月份 還有一段大盤的走勢 大盤的趨勢可以給你 來 所以這個時間點 如果外資賣超給你看 它同時去吃貨或加碼哪一些底部的股票 你要不要跟 當然要啊 因為前面幾次我都已經告訴大家了 外資是先賣 它那個賣超的動作是幹嘛 是要準備醞釀下一波新趨勢的連續性買超 所以你不能等到到了6月 啊 外資忽然之間拉出連續的買超了 哇 你知道追股票 那你就變成替它抬腳了 好不好 特別留意喔 那我們要特別告訴大家 因為行情在這個時間點 你一定要先思考到下一步 下一步有什麼事件 有什麼樣的利多 可以吸引市場的資金趕快在後續的行情裡面 往那個方向來移動 好 上一段的節目我們先提醒大家了 Apple的開發者大會 好 WWDC的開發者大會 針對評估 那個日期就在6月11號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距離那個開發者大會 還有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好 我相信我們的節目一樣 你5月份有鎖定 我們都是事先提醒大家 資金是往哪邊移動的 來 聯發科那個時候有沒有過高點 沒有啊 520那一天的節目啊 那個時候是盤中啊 那個時候他還不到那個1200塊啊 現在他高點已經過1300了 已經突破1300了 當時候聯發科的股價是 還在前波高點1275的下方 這一個禮拜他的高點已經過1300了 投資朋友 如果那時候有跟上我們的操作進度 說真的那個時候我已經帶會員 在那個部署 5月我們就已經從985塊不到1000元的聯發科 開始在做部署了 到後面1100塊左右的聯發科 包含了不管是那個單股還是零股啦 因為不會只有每個等級的會員 他都買得起單股啦 我們買不起聯發科單股的 那種VIP來講我們也帶他買零股 好不好特別留意 你可以看到這張表格 好來 我給你瞄了幾分鐘 切記啊 聯發科代表什麼 聯發科他所代表的是整個 AI手機的領頭 我們有跟大家聊到 浴金光對不對 我們有跟大家去聊到說 投信先卡位 然後外資後面才跟上 最後面變成是外資跟投信 一起來做加碼聯發科 你現在也知道浴金光對不對 當然啦 那個AI手機裡面 蘋果概念股裡面 我們講蘋果概念股裡面 大家應該都知道有一檔叫做大力光 大力光的股價那千金股 也不是大家能夠駕馭 所以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好這一些可以跟 WWDC這個開發者 他會一起來發酵的股票了 好好不好 來看一下 再看一下畫面 這個畫面裡面有一檔股票 他裡面寫得很清楚 跟AI手機有相關 來 你也可以看得到 已經是有外資跟投信一起鎖碼的股票了 好好思考一下浴金光 我剛剛帶那個他外資跟投信的籌碼 好好思考一下我們預告在前面的那個聯發科 裡面的股票 就暗藏了複製他們這樣的走勢 我不希望你錯過好不好 特別留意 今天看節目的觀眾朋友們 一定要記住喔 我們已經把資金流向告訴你囉 就好像兩個禮拜前 我們已經先告訴大家 你不要等到黃仁勳董事長來台灣 你知道買股票喔 好不好 來 時間最後 我們替大家準備了一份投信鎖碼股 這一份的投信鎖碼股裡面 完完全全是針對520過後 這個時間轉折 而且動盪的時候 你務必要知道的股票 投信先鎖碼 外資必會來跟上 所以加入我的LINE 小老鼠J178 手機拿出來搜尋LINEID小老鼠J178 留言55688 務必留言55688 加入好友之後留言55688 讓我知道你是運通財經台的觀眾朋友 我們把這一份投信鎖碼股的資料 免費回傳到你的手機 務必掌握喔 我們可以在這裡 不要再看一下 我們可以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最終發展的